李显能准备向现在现任的副总理黄勋才叫班了 那目前呢新加坡正处于一个微妙的政治国度区 新加坡呢他一再强调啊 他未来的外交政策两个不的基调 让中国放心 同时呢新加坡也要获得他的安全 保护好自己的利益 大家好欢迎来到张宾论评 黄勋才呢最近就接受了采访 他一再表示啊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呢 只有一个基调那就是两个不 既不亲美也不亲华 而是新加坡 也就是从新加坡的利益出发 这说白了吧 就是黄勋才呢会在李显龙的政策基础之上呢 继续过去这个左右风源的做法 确保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最大化 不会贸然的选边站队 要说起新加坡嘛 他是一个典型的承邦国家啊 他有他的生存之道啊 这在这个民族宗教比较单一的 咱们这个东亚地区来说呀 这种承邦国家极其少见啊 但是在欧洲的历史 乃至今天呢这种现象就太多了 你看就是到了今天就说嘛 你像咱们老听说的波罗的海三国 立陶宛什么的 其实就是这种承邦国家 新加坡呢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呢 它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啊 当年在亚洲溃败了 英美主导的所谓世界之虚呢 是如日中天的 那么投射到亚洲地区 新加坡才有可能从马来西亚 穆斯林世界之中独立出来 新加坡本质上啊 就和过去欧洲那些什么大公国啊 是一样的 只有一附某个强国 一附某种秩序 在多国之间寻求平衡 才能够生存发展 但是新加坡和历史上那些国家 包括今天这个立陶宛什么的 又有很大的不同 它的地理和历史环境 比欧洲这些承邦国呢要来的优越 而且新加坡的整体智慧性 它更高 在一附英美秩序的同时呢 它特别强调自己的独立自主性 这是新加坡的立国之本 说了这么多历史的东西 咱们再看回当今吧 新加坡和东南亚的国家 非常清楚着中美博弈 对地区带来的影响 这直接决定着未来他们的命运啊 他们现在不选边站 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选择 那么未来的形势怎么走 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中国能不能展示出和美国 根本不同的国际关系伦理 能不能构建出地区安全和平发展的新秩序 有没有这个能力啊 他们也在观察 新加坡呢 那可以说是东盟的政治和经济的领头羊了 所以他们的安全啊 现在还是离不开美国的 和美国紧密的这种军事依附关系 是它的安全立足之本 但是新加坡也一再强调 我军事上确实和你美国 有很深的啊 这种关系 也就承认了 我是要靠你美国 可是呢 我跟你可不是同盟的关系 那么在经济上呢 新加坡主要还是 以现有的美国所主导的 整个利益圈为主 所以说呢 新加坡的这种生存状态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 就是安全靠美国 经济靠中国 其实这种说法呢 它是不对的 实际上啊 新加坡在安全和经济上 都离不开中美 只不过和美国的关系 更密切一些而已 所以在这种整体情况之下呢 不选边就是新加坡 最有利的一个做法了 这个不选边本身啊 咱们要仔细想想 其实就是已经开始 有那个选边的征兆了 你说在几十年前啊 特别是二战之后 美国呢是一强不大的时候 那新加坡之间都不用提 这个选边不选边 不用强调这个 因为那个时候 你本身就是跟美国 站在一边的吧 新加坡的选择呢 其实取决于中美力量 和能力的对比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呢 会坚持不选边的政策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啊 李显龙虽然说 马上就要辞职 好称是退休了 但是呢 这不意味着 他从此会淡出政坛 他肯定还会是退而不休的 跟李光耀当年一样的啊 为了确保内外政策的延续性 新加坡的政府换届 以及这个大的这个政策上的 改变中180度大掉头的 这种政策啊 是不太可能的 而且这次政府换届呢 很有可能是走一个过场 新一届领导班子 可能不会有太多的变动 新加坡的选择呢 其实也代表着 东盟和东南亚地区 大多数国家的选择 同时呢 也影响着周边国家 你看现在呢 出指比较特殊的 就那一个菲律宾呢 那菲律宾的小马克思政府呢 那是深深的被美国绑架了 包括他的家族 那也是被美国给捆在那了 所以呢 他们就成为了 美国对抗我们中国的白头兵 你看新加坡和其他玉队的国家呢 都在看中美的实力去到哪里 结果会怎么样啊 都在做出不选边的各种选择 那你菲律宾还有什么好闹腾的呢